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贝一直提他 他以为我们也蛮紧张 是不是要出来了 就说其实他也是饿 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没事情了 呃 休息一回 今天就过来了 但晚上他有一点紧张 紧张到他会失眠 但是 紧张起来睡不着 因为可能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 还有宝贝想太多的东西 呃 其实我也不紧张吃吃饭 他说哎呀哎呀 好痛 那个时间有一点紧张 呃 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都不是太紧张的 呃 但是有点失眠 因为我老婆最近他睡觉那个打哭好厉害 真的比比比我看过很多朋友的更厉害 他很很大声那种 但希望过几天之后他也可能睡得好一点 洪天明还表示因为宝宝头大 所以提早在28日下午2点多开始手术 并委托医护人员拍摄分娩过程 手术完成后周家卫则要休息数天后才能够出院 因为我们应该是2点钟去那个手术室 餐房里面去给宝贝出生 哎 我说不用了今天 因为我觉得宝贝今天出来之后也会受死 妈妈也有时间去睡觉 所以可能晚上才能见到宝贝 所以朋友那些都叫他们明天 但是后天有空再来 那爸爸他今天就会中午时间有点事情 下午吧 下午他应该会来医院再看看宝贝 看我老婆 看我